你好台湾网5月15日消息郭台铭日前将所谓一中个表表成两个中国 引导内有时知识反驳 不符九二共识 大陆经表示 对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 在两岸同胞共谋统一进程中 应本着对民族 对后世负责的态度 在一中原则基础上 共同探索解决之道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